施建翘复仇案 公众同情 特别是当它被自发地表达出来时 经常能够成功地唤起对社会秩序的有利批评 然而同时 他们也容易被操纵 并以一种可能导致灾难的方式爆发出来 上面我读的这段文字是来自于一本书 叫做施建翘复仇案 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 这本书是汉学家林玉庆的作品 得了2007年的费政经奖 被评为东亚现代历史研究当中的最佳著作 这本书讲的是一个真实的案子 民国侠女施建翘杀了自己的杀部仇人 鼎鼎大名的军阀孙传芳 你可能没有听过这个案子 甚至没有听过施建翘这个名字 但其实施建翘复仇案在民国非常有名 而施建翘的形象也持续影响了我们当今的文艺创作 比如说王家卫就说施建翘是民国人的刚烈达到的极致 在《一代宗师》里为父报仇的公二 其实就有施建翘的影子 那更明显的就是在江文的电影《邪不压正》里 周运扮演的女裁缝关小红 同样是身父杀父之仇多年要为父报仇 他的个人经历就更像施建翘 所以说施建翘本人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侠女形象 但是我们今天并不想从这个艺术形象的层面来探讨 他到底刚不刚 他到底裂不裂 而是回到这个案子本身 施建翘故意杀人了 然后呢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案子的结果 后来施建翘是被国民政府特赦获得了自由 听起来好像很轻巧啊 但是去特赦一个万众瞩目的杀人犯 其实在任何现代国家都是相当复杂的过程 而在施建翘复仇案里 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在民国时候 大众媒体和公共舆论的兴起 而这些舆论最后对施建翘的命运 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所以我今天其实想讲讲这本书 是因为我们在当今的社交网络上 总会遇到有关于舆论影响司法的辩论 比如说当遭遇了不公平 很多人在诉诸法律失败之后 会选择在社交网络上去曝光 通过舆论造势来获得大众同情 从而在法律上获得对自己更有利的结果 我相信我们中的大多数都转发过这样的新闻 希望通过自己的一次转发 或者是一次关注来贡献力量 让我们认为不公平的事情 得到我们认为公平的裁决 比如说前几年就有个很著名的 余欢乳母案 一个叫做余欢的少年 杀了侮辱自己母亲的人 其实当时就有很多人参与讨论 希望法律能够网开一面 这时候就会有一些显得更聪明的人说 这个是媒体在吃人选馒头 大众情感被操纵了 司法被干预了 大家都是乌合之众 其实我今天不是想去讨论对错 两者到底谁是对的 而是想说 其实这个现象在将近一百年前就已经出现了 并不新鲜 所以今天 让我们通过事件翘案 从事件翘本人 大众媒体 知识阶层 国民政府 这四个不同的角色 在这个案件上不同的反应 来分析一下其中复杂的利益博弈 而这样一个势单力薄的弱女子 是怎样从审判中脱罪的 1935年的秋天 一个叫做施剑翘的女子 发现她的杀父仇人 前军阀孙传芳成了天津某个居士林的理事长 她觉得自己复仇的许可到了 所以当年的11月13日 孙传芳正在主持诵经仪式 事件翘用伯朗宁手枪朝她背后射了三颗子弹 当时佛堂一下子陷入了混乱 事件翘很冷静地说 大家不要害怕 我是为父报仇 绝不伤害别人 我也不跑 然后投案自首 其实事件翘想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十年前 她的父亲师从兵是张宗昌的部下 在凤哲战役之后被俘 师从兵被孙传芳砍了头 而且还在泵部车站销售示众了三天 而十年之后 事件翘终于为父报仇 事件翘复仇案可以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复仇案 我说精心策划 其实并不是说刺杀行为本身 而是说 他其实是策划了 在事后如何用这件事去获得公众同情 所以我们可以说其实在刺杀之前 事件翘就想好了危机公关 首先 他在杀了人之后 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写的散文诗 散发给了现场的目击者 还有一篇告国人书的传单 讲了自己的父亲如何被残忍的斩首 而自己如何隐忍多年才复仇 事件翘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暗中匿名刺杀孙传方 他就是希望这件事光明正大 被讨论的越多越好 他现场下翻传单 就是希望除了现场的目击者 还有一大批读者能够了解自己对于这件事的解释 那另外呢 事件翘他选择刺杀的地点也很有意思 在佛教的居士林 事件翘是希望大家不仅从政治刺杀去看这个案子 还要从儒家文化和宗教的角度去看 在神圣的佛堂里去手刃仇敌 事件翘是想利用宗教观念来建立自己复仇的合法性 因为报应 因果 就这些观念其实在中国人的传统概念里 一直有着很重要的位置 当事件翘在佛堂里杀人 果然就有很多人用佛教理念来为事件翘洗罪 认为 孙传方曾经做了恶 所以他不管送了多少经 他都要为自己曾经犯下的罪去还债 而事件翘的行为虽然不合法 但是按照佛教的英国理论是被允许的 所以这是地点的选择 第二个危机公关 那事件翘的第三点危机公关 就是在刺杀之后 他开了记者发布会 他去散发小册子 小册子上详细写了他为复仇所做的工作 事件翘和历史上另外一个赫赫有名的女杀人犯卡约夫人 可以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辩护方式 卡约夫人的案子也很有意思 而且很有名 是发生在一百年前的欧洲 当时法国的财政部长和他的妻子卡约夫人 在婚前通奸的信件被非加罗报曝光了 这时候非常刚的卡约夫人就带着左轮手舱 冲进了非加罗报的编辑部 把主编给杀了 后来在辩护的时候 卡约夫人的律师就极力向陪审团说 这属于激情杀人 是因为丧失理智所以杀人 那最后呢 陪审团被说服了 卡约夫人被无罪释放 但是事件翘跟卡约夫人完全不一样 她是想说 我其实是很理智的进行这一系列的复仇 并不是出于冲动 这种理智就很符合我们对于英雄的想象 对侠的想象 为了正义的使命 超越法律 惩恶扬山 所以说 事件翘在犯罪之后 为自己树立的这一系列 这个形象工程危机公关 非常的成功 媒体给了她很热烈的回应 在报道这件事的时候 媒体去形容事件翘 就会用热情的英雄主义 毫不畏惧地镇定自若这一类赞美之词 所以说 在脱罪的道路上 事件翘首先为自己做了完美的铺垫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大众媒体在这个案件上发挥的作用 事件翘所生活的20世纪早期 是媒体急速爆炸的时期 当时上海的传媒工业在30年间增长了6倍 而这种增长直接导致了媒体炒作前所未有的影响力 所以当时其实兴起了大量的 这个去描写英雄复仇的长篇小说 报纸连载 广播剧 戏剧等等 所以当事件翘的案子一出 就有大量的小说戏剧以它为言行 去歌颂它 去赞美它 去戏剧性的去表述它 那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种 媒体炒作和娱乐行业在当时兴起的原因 除了经济因素 其实背后有很多的政治原因 大众娱乐最重要的作用 其实不是娱乐大众 而是它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江湖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国家控制了正常的新闻渠道 这时候剧场啊 戏剧啊 小说啊 他们就提供了一个让人去发泄的 另外的渠道 一个民间的渠道 一个另类的渠道 其实这就很像是当今的 什么自媒体营销号 微信公众号所发挥的作用 所以说它其实是 让人们去格外的去发泄 在正常途径发泄不了的情绪 而人们需要借由霞的故事 去发泄什么呢 当然是对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满 因为当时南京的外交软弱克制 所以引起了很多爱国情绪的反弹 而诗剑翘杀了一个所谓的卖国军法 可谓大快人心 所以诗剑翘的果感和果决 与当时人们对蒋介石政府 怯懦无为的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是任何时代都是英雄辈出的 但是在任何时代人们都需要英雄故事 因为大家需要英雄传奇来缓解对现实的失望 人们需要相信会有人横空出世 在危难当中带来正义 而在诗剑翘的案件当中 大众媒体和娱乐行业 就是这个侠女禅说 英雄传奇的催化剂 他们加强了大众对于诗剑翘本人的景仰与同情 在脱罪的道路上 诗剑翘找到了大众媒体这个得力的助手 可是这个脱罪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 当同情试剑翘的名利逐渐高涨 公众开始说情大于法的时候 随之而来的是猛烈的对于这种公众同情的批判 而这种批判来自于知识阶层和专业人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